scatter 看這邊有兩個母音 一個a 一個er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字有兩個音節 第一個音節落在scat 第一個音節 tter 這個好唸 唸成ter 中音節就落在第一個音節 這個字我們就唸成scatter scatter 那scatter這個字可以當作極無動詞 也可以當作不極無動詞 中文翻成灑落 或者是死 什麼什麼 死散 那我們看英文解釋 什麼叫做scatter呢 to throw throw的意思呢是丟 丟止的意思 separate呢是分開 把什麼什麼東西給分成好幾份 separate 那in every direction 朝著每一個方向 把它們丟過去 或者是把它們分開 這不就是傻落似散的意思嗎 好 所以這個字呢 我們就唸成scatter 那我們看第一個例句 when spring comes farmers scatter seeds over their fields 好 when spring comes 當春天來的時候 好 這是一個時間複詞 指句 farmers主持農夫 對不對 農夫怎麼了呢 scatter 啊 這scatter 指就是撒 撒什麼 撒種子 種子被撒 所以這個scatter 在這邊當作極無動詞 撒在什麼地方呢 over their fields 好 在他們的田地裡面 在他們農地裡面 over 這邊呢 撒滿了他們的田地 在田地裡頭 撒滿了種子 好 第二個例句 at the sound of the explosion people on the street scattered for their lives at the sound of 這at the sound of 我們呢 這是一個介系詞片語 我們中文就把它翻成 一聽到什麼 當到這個sound的時候 一聽到這個sound 這個聲音 at the sound of 他說呢 一聽到這個 the explosion 爆炸的聲音的時候 people on the street 在街上的人們 scattered for their lives 好 四處奔跑 四處像是那個 撒出去的那個 石頭啦 或者是米粒啦 一樣有沒有 scattered for 好 他為了什麼而奔跑呢 好 就是為了他們自己的性命 而奔跑 那麼四處逃命的意思 scatter for one's life 我們就可以把它翻成 四處逃命 好 所以這個字呢 我們就練成scatter 當作動詞 灑落 視散